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从外热源的 这几个案例对下来 我几乎就可以做一些初步的结论 也就是西医一直认为 这个病唯一的一个方法 因为像黑角阿嬷 我遇过她说去两加一 都说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节肢 没有其他的 一定要两腿从膝盖砍掉 因为你明明血管就流不下来 然后最后这一个患者也是要节肢 结果都没有节肢 而且都认好传 那这代表原始点的医学 最基本的想法 已经跟现有的医学有出入了 还有跟中医也有出入 出入在哪里 我先把结论跟各位讲 第一个中医是用艾条外热源 因为他用一针二胸三用药 像这种针绝对不会好 也就是属患处体伤的 如果中医没有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的概念 他这种病不该针的他针 那个是白用力气的 白花力气的 针他处不会好 那所以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重用内外热源 也就是二胸三用药 重点就在这里 那胸我也试过 他的面积怎么样 小 然后时间短 不能持久 这个是一点 那原始点他大面积 可以达到多久 温敷可以达到24小时 因为凉了你再继续微波 然后反复这样操作 所以黑脚的话 整个的就修复了 第二个 也就是中医局部的温灸 原始点是大面积的温灸 这两个不一样 时间上也不一样 然后再来 中医又有很多说法 比如艾灸又有什么 雷火灸 艾草灸 他认为不同的成分 会使这个艾灸的效果 产生不同的结果 但原始点证实的 不是这样 你红豆袋也有效 姜粉也有效 只要有热性的都有效 那这么说来 就几乎可以延伸 只要有热就有效 那就你只要善用热源 事实上就可以好了 不要再执着于一方一样 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另外跟西医 最大的突破是怎么样 西医开始是相信 用外来的 包括手术刀 或是麻醉药种种能解决 他认为这些可以解决我们身体 但原始点证实了一件什么 人体本来就有什么 自立力跟修复力 你只要给它对的东西 身体就可以达到自我修复 这两个观念是基本上的最大不同 所以原始点越走到最后怎么样 不打针 不吃药 因为一切靠运动心情调整 让它的整个体质改善 它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自我修复 所以原始点发展到 你看越来到最后 这一条路越来越坚定 也不再谈药 也不再谈侵入性治疗 这样就可以达到 但是越走 我说到2018年我越走的路 就越艰辛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不是只有黑角阿嬷 我遇到的各种 好 我们来看 还有那个黑龙江提供的一个案例 如果我早看到这个案例 老实讲 很多病人都可以得救 但是因为没有 最后等我付出来的时候 付出惨痛代价付出来的时候 我才看到 原来我们原始点的人 还一直在谈 原来我不知道可以灌肠 直接用姜汤直接进去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跟我们姜粉 撒在患处的道理是一样 你如果是在体内的 你如何把热源送到你的患处 好 我们来看黑龙江的这一个故事 长梗组灌肠案例 下肢水肿发热38.5度左右 喘得很厉害 不停吐黑潭 很粘稠 用纸到烟布才能抠出 自觉热得难受 不愿盖背 吃少量硫食约40毫升 他食不下 都是硬给他吃的 用新鲜姜两斤 加2000毫升水 熬两小时至约200毫升 先用60毫升灌肠 因多天没排便 怕肠子坏死 没敢多用 看状况再说 灌肠当天 发热 脸部发红 用热水袋尖断温敷了一会儿 轻轻按推就剧痛 用指腹按推上胸椎和剑椎两处原始点 没反应 姜汤灌进去都没排出 第二天也没排便 持续吐黑痰 只喝清水 给姜汤就马上吐出 因此没逼他喝 尽量顺着他 让他心情愉快 他不让温敷按推 上午我又用相同浓度熬制的姜汤200毫升灌肠 到下午三点多在失禁情况下开始排便 排了很多 第三天早晨继续排了很多大便 也不哮喘了 也不吐痰了 也退热了 父亲真的度过了生死观 这次没事了 排便后能靠墙上坐起来 不吐痰了 但表情痛苦 第四天可以先吃点米汤 逐渐再给些西米粥 大量排便持续六天后才正常 期间排得很费劲 大便都是硬块 用手抠不出来 就用扁的冰棒棍儿抠 我只想帮他减轻痛苦 毕竟91岁高龄 我没有压力也没有期待 所以就放心做放手做 我比较理智 反而效果更好 后来看父亲病的医生问我侄子 你爷爷走几天了 侄子回 我爷爷已经好了 医生说不可能 91岁肠梗组的高危病人还能好 医生还问怎么好的 我侄子说很简单 就用姜水灌肠还有念佛 医生连连说 少见少见不可思议 要命的肠梗组都能好 原始点这么好 灌肠这么有效 救了老人一命 真的不可思议 感恩张医师发明推广原始点 利益苍生 后续追踪 2016年1月21日 痊愈后半年 体重比病前增加十多斤 依然很健康 心情愉快 生活自立 其实你们再想想看 早期就有小女演急 直接洗眼的案例 我们也把它重复 让大家乌乌自新 这些都是一年贯的线索 但是都乌裂 所以到最后我遇到 病越来越早 有时候我也自己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好 我们来看小女的演急 这一个案例 演急案例 2013年8月15号晚 小女眼睛开始红肿 2013年8月16号 早上8点11分 吃早餐时 小女左眼已肿成一条线 2013年8月16号 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并以无菌棉签 蘸蛋姜汤洗眼共三次 晚上肿也消了很多 但症状还有 2013年8月17号 早上醒来 左眼还有红肿 被很多眼垢粘住 2013年8月17号 早上8点55分 姜汤洗眼后 红血丝减少很多 眼睛轻亮许多 2013年8月18号 小女眼急已完全痊愈 露出喜悦的笑容 眼急前后比对 前后比三天 用原始点处理小女眼急过程 用新鲜老姜一小段 切成小片 放进水壶 用一小碗纯净水 加水沸腾后 五分钟倒出 待沉淀后倒出一小杯 用五支无菌棉花签洗眼睛 上下眼瞼 眼睫毛和两个眼角 每支棉签只能用一次 最好不要来回清洁 清洗完后 马上喝姜汤 按原始点温敷 特别提醒 在给孩子清洗前 自己先试试姜汤的浓度 以及姜汁浸眼后的感受 当着孩子面测试 当眼泪流出来后 眼睛就能睁开 且很清爽明亮 没有难受感 把这些真实感受详细告诉孩子 孩子观摩后很踏实 没有恐惧感 接着就很乐意接受您的处理 个人认为此方法很环保 红眼病 角膜炎 眼睛痒 干涩疼痛 模糊不清等 都可以试试此法 淡姜汤简单的制作过程 选一小段姜洗净 去掉两端和坏处切片 放进水壶 加一小碗沉净水 水开后五分钟倒出沉淀 待温温的装入小杯 就可以清洗 张医师研发的原始点 对各种疾病非常有效 希望大家勤加善用 只要方法正确 一定会惊喜不断 受用无穷 恭祝大家 福慧双修收获多多 2013年8月21号大陆提供 他直接就洗眼睛 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到了我遇到的也是这样 拉不出来怎么办 不是拉不出来 还有怎么样 一直卸的 我们说肠病毒好了 很多人肠病毒就开始怎么样 一直拉肚子 或食物中毒 那你拉肚子也吃不进去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蛤 江湯灌肠吗 江湯灌肠吗 江湯你们怎么知道 谁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会那么聪明 而我当兄我会不知道呢 所以指导判处这个概念很重要 这样子救过的人 我早期啊 还有就是他挨默幻子 人很虚 他说这一关一定死 为什么 他说最近完全没什么力 一天已经 今天已经拉了两次了 然后吃也吃不进去 又拉又吃不进去 然后又发高烧 你想他的活吗 如果在原始点2018年以前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方法 因为温敷也打不进去 用红豆袋是没有用的 他也试过温敷很燥热 但是就是没有采散 然后又吃不进去 你怎么办 我当时候还没有姜 我只有叫他姜汤 一天灌三次 我的灌姜汤的概念是怎么样 就是把热源送到患处体上 直接温敷器官 直接温敷哦 你如果用现在的 什么咖啡灌肠啊 冷水油啊灌肠进去 闻必死无疑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怎么样 极度虚航 吃什么拉脂 然后结果这样灌下来 他就开始有一点热体力了 然后第二天稍微好转 他认为他一定死了 也差不多要交代遗书了 就到了五六天以后 他开始能进死 然后体力慢慢恢复 最后就又飞到澳洲去了 他是国外来的 面对这样凶险 那我已经付出代价 我知道一定有效 然后后来的发展就更快了 从姜汤到姜粉泥的灌肠 到现在的姜粉灌肠 我告诉各位 这一路走来 绝对都是医学界所冲 没有人能想到 把热源直接受到吃光 让这些在医学界看似 已经完全绝望的患者 再一次重生 那这些方法难吗 不难 都不难 但谁会想到 好 再来我也面临到 从2018年面临到 很多case来挑战 就像我这一个乳癌失败 他们也说用了电台 用了红豆袋 然后软贴 什么该用的都用了 该喝的姜汤也一点都不少 但是只要你推过 马上就立刻痛起来 那马上立刻痛起来 这个是属于大处还是患处 很明显患处嘛 那患处你靠推也好不了 然后热源是什么 各种用都好不了 我那时候已经有概念 以前会失败 我这个人很笨啊 都是尝到骨头 而这些骨头的画面 都会一直萦绕在脑海里面 非常痛 所以我立刻知道 这个一定热源没有直达患处体箱 你红豆袋的热进不去 你软贴也进不去 电毯也进不去 这时候怎么办 我说用姜粉泥 姜粉来热水先过 然后早期是这样过 然后涂我就开始大力按 按换处 那时候已经不再塌处 因为它不是塌处 你按塌处是不会好 所以这时候我大力按换处 只要哪里痛我就按 然后推用姜粉泥推 结果我推完之后 我再问她 我连续推了两三次 两三次 推 本来姜粉泥是湿的 推到干 那她感觉素 我认为不够 因为她是在深层 我再来一次 二次 三次 再来 我叫她起来的时候 她跟我讲 这一次按完真的不通 我慢慢一路思考下来 到最后终于确定了 然后这样的确定 还没有到 把每个步骤都完成 好 我已经大概整个 也就是今天要讲的很多概念 已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 那这时候我已经要知道怎么样 有几个 热源的使用一定要怎么样 直达换处体向 第二个 能不能按推换处 所以你们在15版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写 要不要按推换处 你们有看过15版吗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还有一半还不错 那时候有没有教你们按推换处 那时候有啊 就是同那个Case 但是这样纯熟的应用 其实还没有形成 只能已经大部分的研发 已经劣距重型 但对于更严重的病 还没有想到那么多 去国这几年的演讲 我就寻着这个思路 包括15版就开始一直改 改到我去亚特南大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有 又有一点突破了 那时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我应该 不是这一两年吧 对吧 你们应该看过我以前 长的那一副德性吧 这鼻尖有一个坠肉有没有 还有脸部 还有一块死肉 那一块你们比较不会注意 那个是硬邦邦 完全没有生机 也就是你摸它 它也没有感觉 好 二15版开始 我就大概知道要按推换处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用到自己身上 但是我那时候想 热源要直达患处体相的感觉 我一定要知道 所以开始脸部开始涂 这样很迷了 晚上闭涂 然后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鱼尾纹也多 然后脸皮又皱 然后这里也长那里 然后都会长一些小粒 越来越多 然后因为加上每天改手册 花的时间 那脑力啊激荡得太厉害 所以我发现头部的热源 都远远不够 所以才会让我一直白发 一直由黑转白这样 速度特别快 所以那一刻 我想试试看热源 好 开始涂年 诶 第一个改善是什么 我的仪尾纹 这些慢慢光滑不见了 然后第二步我就想 这一粒死肉总该尝试看看 我涂了三个烟无效 我就在想 我哪里犯了错 好 我想出来 因为有之前的那一个 癌症的案例 我清楚 换处要不要推 我就少了这个动作 然后开始怎么样 摧残它 开始用力刺激它 按开 所以从姜粉泥不断的涂 不断的大力压 然后压到最后 本来没有感觉的 开始被脏痛 原来它有根啊 然后在按推的时候 它就往外凸 然后从淡紫色变紫色 因为在亚特南大的时候 去年7月 我这个时间就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已经拓到快完了 只剩还有一点点结痂 那时候我去亚特南大 跟他们分享 我这个五年的东西 已经快大功告成 然后我下一个目标 针对的是什么 我的鼻尖 那时候还在跟他们谈这一句 哇 那他们的志工多热忱啊 跟我讲 好 你这个好了 他们对我这一个 就有看法了 他们说 唉 你这个 可以用绳子把它绑起来 然后把它热紧 让它没有血流下来 它就沽死了 沽死了之后再涂姜粉 姜粉泥 那这样就可以修复好了 哇 跟我提很多的意见 但我有没有造作 因为你把它绑死 那个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从果解症 那个不是原始点啊 原始点它最原本的就是 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 它可以自我修复 不是靠你把它 杀死干掉这样就能解决事情的 所以我回去不是这样想 从亚特南大回去 我就开始积极做我内衣 这一粒其实我也有涂 我涂了那时候也差不多 已经四五个月了 一点效果也没有 最后我想到这一粒 三个月没效 问题就出在没有怎么样 就是对它太慈悲了 就只有这样轻轻敷敷 所以不够怎么样 用力 所以那一刻我已经知道 要把这一个干掉 唯一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折磨它 催残它 无所不用其极的刺激它 没有其他方法 这时候姜粉泥不断的涂 那花的时间就比较长 别看鼻尖啊 有时候一涂然后一按推啊 就花掉十几分钟欸 那个时间还蛮长 然后刺激到欸 结果本来是软软的东西 开始冲血 肿胀 然后开始就有痛点 肿胀就有痛 然后痛了 从旁边它就冒出血来 连续流五天的血 破了又休 破了又休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整个一次又一次的脱落之后 经过几次之后 我的鼻子变得怎么样 这个模样 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模样 这里体悟到一件事 就是里面原来有硬款 有根 因为有一次流血的时候 我把它拉出来 哦 好长的组织啊 血 那个不知道什么 很长 还有腹有弹性 我把它放回去又弹回去 它弹回去 它弹回去开始流血 所以这一段喔 引发了我后来的很多想法 我们来看这一段故事 好 那我来介绍我个人脸部喔 我这一粒喔 已经起码有五六年了 甚至更长 那已经是硬硬的一块 就是死肉 那我原本以为年纪大了 都会生一些有的没有 所以对它已经绝望 想只要不扩大就好 原本是这么想 那这一个十多年了更不用讲 我想这个都已经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我也不可能去手术 那原始点发展到 就是从去年开始了解了 整个理都通了 也就是患处体伤 除了要重用内外热源 还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 那问题按推 到底力道怎么样 还有时间怎么样 一直都没有一个定则 只是知道可以配合按推 那从我这一粒开始 我开始涂 但是也没有大力按推 就是涂 然后一边涂 我以为就是在按推了 但刚开始这样涂了 三个月到四个月 一点感觉也没有 该死的肉还是死在那里 然后该硬的地方也没有变软 所以我觉得大概不会好 但是到了差不多三四个月没有好 我就在想 奇怪很气啊 这一颗怎么可能不变 我这么用心照顾你 所以开始怎么样 摧残它 你一直停在那里 我就不相信我大力搓它 然后在大力搓的过程中 哎 慢慢 差不多经过一两个礼拜 就有感受了 那时候就变成 从淡紫色 慢慢变 红紫色 就冲血了 然后再来的变化是怎么样 它就往外突了 然后变得越来好像 感觉本来是平的 现在变得突出来了 但是红紫色也是冲血 然后再大力搓它就流血了 然后再来就结痂了 然后这样反复好几次 好了 它又修复好 但你摸它 还是有一点点硬块 然后再搓它 它又往外突出来 然后如次挤回之后 哎 这里完全就修复好了 而且现在摸起来 是完全软了 然后按推也没有硬块 按推 那我被按推的感觉 也不会有痛 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所以这里应该五六年的东西 结束了 那结束了之后 再来我就开始想 我鼻尖这一粒了 因为这一粒就更久了 十几年了 那我想不会好 很多人建议说 要不去手术 要不然用什么鼻线 把它绑死 然后再用涂姜粉 姜粉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 重阴解症嘛 所以最后 我认为这粒好的时候 虽然这里涂了五六个页 还是没什么变化 因为没有用力搓它 那我从这一粒的经验 已经知道了 对这一粒 不能太客气 一定要怎么样 搓它 揉它 按它 刺激它 反正想尽这种方法 折磨它就对了 我告诉各位很痛 因为在推拿的过程中 真的很痛 不是不会痛的 那要有痛的感觉 然后开始本来那个鼻尖 那个肉是软软的 经过大力的摧残之后 一个礼拜开始就有变化了 慢慢它就冲血了 然后这个鼻尖不是软软的 就变硬了 硬起来了 那硬起来的感觉是 你轻轻碰触就会痛 就开始痛了 然后再继续推 差不多推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开始 就从鼻尖不是最鼻尖的破掉 而是从旁边因为它一直冲血 然后颜色也开始变 不是白色了 开始红色了 然后就从鼻尖开始流出血来 而且一推就流出很多血 不是一点点的血 然后流出来就很可 很恐怖这样 但我有这一例的经验 我就知道 这个好现象 已经正在进行修复了 然后如此三四天 每次按推都会流血 那我每次按推的时间多久呢 其他的脸部 如果用15分到20分 那我光鼻尖就用掉多少时间呢 5到10分钟 所以集中火力 在这一颗上大力戳 这样大力戳 然后周围每一点都大力戳 很痛的 这里也是大力戳 我推给你各位看 就是这样 那大力压 然后这样 一直戳 然后停留很久喔 我就这样 然后受不了了 我就在旁边再推一下 了解吧 然后推一推又推回来 这样如此反复 有时候一推就是10分钟 5到10分钟 那很酸的 但甚至有时候 在推的过程中 每一下来回都很痛 有酸 痛 脏 这三种感觉交杂在一起 然后这流血之后的 之后的三四天 每次碰触都会流血 然后流血我就 除了姜粉泥之外 还撒什么姜粉 就只有这样 然后推完 那种感觉是脏脏痛痛的 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热热 然后我就去睡觉 因为我都是晚上要睡觉前推的 然后推完 因为脸部整个 因为温敷过了 就很舒服我就躺着 那早上起来 我舍不得洗掉 就赶快去运动 然后运动汗流出来的时候 整个的脸还有鼻子啊 还是怎么样 热 还是一直持续 那你运动两个小时 它就整个脸部是热 两个小时 就这样 那等于温敷的时间还蛮长的 所以效果变化就很快 所以我从美国回来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一个月 但这里鼻尖呢 差不多两三个礼拜 它就掉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非常快 因为它一直结痂 那结痂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你把结痂想要把它去掉 想把它剥开 就一剥开里面竟然黏着血丝 那越抽越长 哇 很长 我才知道原来会长出这种东西 里面是有根的 然后我推会硬硬的 原来它是在深层的 所以不是你割了就没事 它是从深层里面 一直往外冲出来的 所以我拔出来的时候 哇 我觉得太长 所以怎么样 又把它放回去 还会弹回去你知道 那回去的时候 开始一直流鼻血 不是鼻血啦 是鼻尖那个血就一直流出来 就是伤口那个血 然后伤口的血再用姜粉 那个那一张没有拍是非常可惜 就是自己这样拉 这样怎么越来越长 哦 原来才知道 哦 我终于悟到了 哦 原来它之所以会长出来 原来里面是有根的 好 那我这样在最后结痂 还有包括表皮 它都会自动脱 就是变成结痂 跟血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慢慢修复好了 那这样掉了伤口继续揉 很容易修复 差不多两三天伤口又修复 但是我发现 暗还会有硬块 我就预测 它里面的根没有吐完 也就是像我这一粒 最后的暗 是完全不痛的 那这里暗还有痛 那代表什么 它里面还有根 没有完全排除出来 所以我继续按 这几天又有变化了 又突出了一点点 但已经不像以前了 它只是圆滑的比之前的 本来我已经平了喔 前两三天是平了 但是暗还有硬块 我就确定了 里面还有根 还要大力摧残 所以昨天好像用了 差不多十五分钟 就加重时间 诶 今天早上起来 果不其难的 又稍微突出来 那这个就如同 我的这一块怎样 反复几次了 我就知道 这个已经又从最深层的 硬怎么样 又往外跑出来了 这个是在修复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 甚至将来如果再大力推 它甚至还会怎么样 有时候会有流血 那流血完 它就会怎么样 很快结痂 那就又会缩回去 那里面的那个硬硬的 就会越来越软 然后甚至直到这里 完全消失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那如果黏这样的硬块 我们以后就知道了 以后遇到硬结 肿块甚至肿瘤这一类的 它不能从表层处理 很多人建议是不是割掉 割掉你那个硬块还在 硬的东西还在 它还会怎么样 长出来 同样很多乳癌也是 它硬肿 然后经过推楼之后 它会破掉流血 那这个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很明显 这是在修复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鼻尖这样 那修复完之后 如果它里面还有硬块的话 它还会不会再长出来 还是会 那如果再长出来 不用担心 继续按推 然后按推 然后再继续涂姜粉泥 这样反复搓揉 然后它因为组织循环变好 然后它里深层就在修复 然后这些组织 它就会慢慢往外又 慢慢跑出来了 那跑出来有时候 就会又破掉 然后又流血 然后流血又结痂 那这个过程是反复的 那几次之后 那个连硬块就不见了 只到如果硬块也不见了 摸起来都软软 然后很舒服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差不多 就修复完了 那我这里鼻尖 现在大力按还有痛痛的 还有一点硬块 所以我知道 跟有没有完全吐完 没有 但已经十分已经吐掉了 七八分以上 所以我现在的鼻子 现在已经接近常人了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跟以前那个鼻尖 我常常讲的 已经怎么样 没有了不见 也就是它已经结痂 然后慢慢化成一些组织 就慢慢掉落了 所以我知道 原来身体的修复过程 是这样 那所以以后面对我们的患处 除了要加强外内热源以外 还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 因为早期 我就是只有涂抹 然后没有按推加强搓揉 然后它就一直停留在那 热好像也进不去 这一颗也是这样 这一颗也是这样 那这一颗是经过了三四个月之后 我才知道要用大力推 那大力推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它就慢慢往外凸了 哇 所以有推跟没有推 效果差很多 那这里半年也是一样 我去美国之前 这里还是这样涂一涂啊 就是交代了事啊 有一点敷衍它 但是回来我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这一个的经验 我就知道对它一定要怎么样 特别用力 然后回来就开始加长时间 然后大力按推 结果从一两个礼拜 这里就开始变化 那如果你不大力按推 它有时候涂个半年 它还是没改变 那大力推加上热源 它整个就改变了 所以还是要两者完全的配合 速度才会加速 所以从这一次的自身的感受 感受非常多 所有患处体伤 包括异常形态啊 肿块啊 硬块啊 不都是这样来的吗 因为它们的阴 都是体伤热能不足 那体伤一定要大力推 只是患处体伤要按推患处 不能按推踏处 按推踏处是无效的 所以直接就从患处按推 然后内外热源也是涂在 体伤的位置 我涂了半年喔 我发现更大的变化是 我这里有老年斑 黑黑的 这里也有 竟然涂到这里 几乎去掉七层 然后 亏的时候是怎么样 也是要稍微大力 然后它慢慢渗透进去 竟然老年斑也能够消掉 这是我死掉未及的 所以这个已经体会了 如果要解决局部的 你还是要从患处体伤怎么样 直接从局部下手 才是最有效 所以你脸有问题 那这些就可以涂了 那所以早期我们 还有做白电风的 有没有 白电风就是白白的 一片白白的 有没有 西医中医都不可能治好的 但以前就有这种案例 就是北京他们 就是一直温敷 结果颜色也慢慢 回到原来的 那我认为我这个 比白电风更难治 老年斑欸 那竟然老年斑 也可以因此而改善 哇 这个也是医学很难见的 所以从我自身的经验 我越来越有感觉 原来涂这个 患处体伤所致的症状异常形态 都可以处理 甚至还可以 不只致老病 还可以怎么样 美容欸 这个是最自然 而且不但不会伤到 而且皮肤还会光亮 然后身体感觉更轻松 也就是整个年步啊 更轻松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